我是謝志豐 大世界像舞台 我也可暢遊異國 風景漢像至今深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有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風流 今天很開心找到明叔上來 我們現在後面的照片 可不可以放大一點 不可以賣廣告 後面這張照片 不就是剛剛那個 不要人 就是明叔拍攝這個 雲海 雲海應該是大帽山 19年1月 看到Carol後面的波波頭 就是天文台的監測器 是 監測站 這個就是大帽山的地標 拍雲海 也有些貼士 明叔 也有些功課做 怎麼教我們 通常是1月至4月的機會率 對 這個視乎就是溫度和濕度 即是冬天 冬春 冬春 濕度就要看春天 其實是 通常由冬轉熱的時候 轉折的時間 就會有很多水氣 等於你自己本身走商場 突然間出到大熱天時 眼鏡就馬上濕透了 這些由冷轉熱的時候 通常就會有霧化的情況 那這張照片就是1月拍的了 1月5日 我記得 下午的4點多鐘 4點多鐘 即是日落來的 日落來的 因為太陽在 日落拍到嗎 不是日出 不是日出 日出 日出太陽在後面 曹總有時候是這樣的 即是日出不是每個人拍到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不是每個人拍到的 但日落 但日落呢 給我就通頂了 有些人不能通頂 有些人受不了的 在街上睡不著 所以日落呢 亦有一班粉絲 日落其實是 你很隨便也可以 還有車也可以到山腳 當然大帽山很方便 因為你坐的士就上去 去的閘口就可以 上車道 上到最高 一點點半個小時就上去 但很久我現在都沒有去過 我們那次就駕駛車上去 放在旁邊 那個閘口其實我都沒有上去 然後就放在旁邊的平地上 你那隻可以 然後就有暈 一飛上去 穿到暈 然後就做一個hyperlapse 大概間距五秒一張照 拍了大概二十分鐘 應該是近三百多張照 然後就組裝在一起 就造成一個好像波浪的形式 那 出了這個 拍完照 出了一段片 直接在飛機上 暫時有段片 不要那麼乾 是黑一點的 那一天就 心急 馬上傳到天文台的網站 馬上傳到天文台的網站 馬上拿到我的影片 很大 那一次我們沒有想過有雲海 隨心意 因為這個山叫白果山 上十次 可能八次都是吃白果 對 人們這樣改名 因為天氣變幻莫測 但有一點路可以抓 有些人教路 教路就是看天文台 那我們看看天文台 我們先看看網頁 有些數據要看 看這個網站 看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這個就是天文台 高空氣象觀測 高空氣象觀測 就是看這兩個數據 紅線就是現在實際的空氣溫度 藍線就是露點溫度 露點 究竟你現在應該會出現雲的溫度是怎樣 如果當這兩條線搭起來的時候 就告訴你 究竟現在香港哪一個海拔的高度 就會出現雲的高度 譬如這樣說 他現在很好的 他特意做一個圖表出來 告訴你 大霧山 其實現在是957米 這麼高的 現在你看到雲的地方 就是這兩條線搭起來的地方 就是告訴你 這個大霧山的山頂 就可以在600多米的時候 600米多一點的高度 就會看到雲海 即是說高於雲 對 就會高於雲 所以通常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兩座山下面 你看到藍紅線的交叉點 意思是告訴你 在這兩個山都會看到雲海 太平山看不看得到 就比較難 應該就在沒有中間 對 沒有中間 或者其實如果你放航拍 上去高一點的話 高過山頂就會看到 即是說其實 如果你用航拍機來看的話 就算它的雲 不在這兩個山的下面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放航拍機上去 也有機會 但要注意你的航拍機 就會濕透了 對 濕灑也可能會有問題 濕灑我們通常會關掉它 因為外環那隻是最低階 不能關掉 所以一個問題 如果帶到雲 你飛到它會感受到 對 即是它會以為是地下 它的高度變得很厲害 那會不會立即會被插機 如果你知道飛行的高度 你看數據 那你肯定周邊的範圍 是沒有障礙物 那你要憑你的經驗 因為你那裡已經900多米高 沒錯 沒錯 沒有樹沒有成的 那你已經是很安全的 那你飛下來 就全部看數據幾高幾低 那天文台的資料 就看那個雲海 那還要看你的技巧 或者是拍攝的手法 那個就要另外一方 有沒有試過拍雲海 因為濕了飛機 經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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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些朋友都試過 那真的是玩命 其實這個通常都是 堵了整部機落海 有一句話 不是那麼好聽的 出得來飛就遇到沒有了機 出得來飛就遇到炸機 即是說那一句 玩航拍沒試過炸機 那些 我都前後炸了三部 事實我都經常炸 但是你說觸碰我 我就未走過機 但炸的情況之下 九成九是自己的錯誤 我也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炸機 玩航拍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有很多很擔心的人 經常怕炸機 究竟不如分享一下大家的炸機經驗 其實我有一段影片 在YouTube上 我曾經這麼多次炸機的情況 通常飛機就在你前面 目視可以看到 但你又不去看 就看著螢光幕 接著可以控制到它 誰知道你因為低 你看不到兩旁有樹 就是撞到一棵樹 有時候 另一個情況就是 你飛出去湖那裏 再低一點 再退後 你又不看現場環境 又看那角度低一點 就是撞到後面那棵樹 另外一個就是 放飛機 很多朋友在那裏 就是希臘的白色小島的沙灘 試過一次的情況 我想分享 Ming這個案子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在放飛機的時候 跟著旁邊的叔叔 這個多錢 那些叔叔最終要問多錢 然後飛得多遠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飛得多遠 現在我醒目 我會首先回答他 不好意思 我飛得比較危險 我稍後再回答你 我就繼續飛走 沒錯 這個情況我試過很多次 到後的奧地利葬了 德國葬樹 西斯堡的葬樹 我的職業是到處去的 所以全部我的葬基的經歷都是我 其實綜合了你的經驗 其實到後飛 也有些風險 當然我們知道 如果大家玩航拍就知道 其實到後飛當然是有他的優點 對 那個氣勢 我試過在長嘴 長嘴拉歪出來的感覺 是很震撼的 你拉出海 就不會撞樹 如果是我自己拉歪 到後我就百分百肯定 後面是沒有任何障礙 如果你不肯定的話 你就不要搞 我寧願用後期製作 Reverse 後期製作 沒錯 這樣飛然後Reverse Reverse 很多片其實是調轉的 有留意剛才你們看過破片周 有啊 有啊 是調轉的 是調轉的 很多人不覺得 我有一條片是介紹撞機 我找一下那條片 我這麼多次撞機的經歷 找到給你看 曹總你炸機 你怎樣炸機 炸機達人 三次都是電池問題 其實就是 那就是電池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大攤 有時你自己 你看到風景 亡壞了 你自己都沒有看 樂而忘返 然後就越飛越遠 你跟他對賭 你還有三十幾% 有時間了 好 看看這個Ming叔 炸機的片 這條片很昂貴 我看了Full Screen Full Screen 但是有些歌 出不出街 OK的 我先等等 好了 看看這一條 炸機 71 這是之前我配合的片 有些朋友 中文字是歌詞 這個就變成Google Google Earth 飛去其他地方 暫時香港好像 我都沒見過其他 做這種 對呀 這是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 這是瑞士 這個是上山頂 少女風上面 為什麼呢 大風 干擾 因為那裡寫著干擾 然後是薩爾斯堡 好 藏士 飛行計劃 我寫在這裏 這首歌 一邊歌詞一邊很貼切 告訴你 那個男生 就 這首歌的歌詞 你很搭 好像以前 頭條身穩 一搏自己的心情 就是這樣 然後拿了一個空 最後 最後只帶一個空回家 這個很可憐 新手飛行員 夏成煥 然後撞樹 到後 對 但你剛才說的那個年輕人的心情 非常了解 你剩下空 這個就是大風 雲台飛掉了 雲台 飛掉了雲台 聽完這首音 很貼切 這裏是馬其頓 干擾 干擾 因為旁邊是皇宮 噢 他用那些干擾 噢 然後撞在希臘 這裏 這裏是夏興跳 影片是配搭 這個是又撞 撞樹 太近了 沒有牧師 就是撞樹 這個要靠自己判斷 這個又是近了 撞樹 奧地利 這首歌是很合適的 這個在香港 跌落海 自己等海 為什麼 拋起飛 我應該是向著沿岸上面拋的 我就向著海上面拋 不要愛上徒步和空中拍攝 不要愛上 以前的人說 攝影窮三代 這個香港又是有干擾 官堂碼頭 官堂碼頭是很厲害的 官堂那邊是干擾 然後轉 我曾經出了這段影片 就是我撞機那個 嗯 嗯 很厲害 你剛才說的心情 很了解 即是你坐完機之後 攝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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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把空回家 你只把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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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空回家 通常這些空回家 最後來就見到在DC Viva 或者CALS 只是買空回家 只是買空回家 還有電器件 Dashwood還沒有試 我還想說一件事 因為很多玩航拍的馬一佬 他說最怕是炸了機 當然損失是不好 最怕是甚麼 就是回家那一刻 不知道怎樣跟老婆過 買了幾千元 一台機都是不便宜的 通常一台機都是買一樣顏色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見過 起碼那個袋子還在 他不會打開你的袋子 但剛才明哥的情況不同 我就是貪電 貪時間 但明哥你是貪鏡頭 貪鏡頭是甚麼意思 他是貪低飛或近鏡 你貪低飛或近鏡 因為其實你是要那種壓迫感 你要那種攝影的壓迫感 要近才有那種 wide angle 因為其實事實上是這樣 除了你只有Mavic 2 Zoom之外 其實多數都是沒有Zoom的 你是定招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 而且多數都是 wide的 多數都是 wide的 所以你一定要貼近身才可以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追求一種壓迫感 一種低飛或近鏡壓迫感 通常就會撞 這些其實是對藝術上的追求 必然的 這個就沒有辦法 有幾個航拍的鏡頭比較危險 例如追車或追船 好像我這個也是追船 或者在船上飛 你貼著那個水道 你要關閉了防撞或下視 如果不是就 你關閉了防撞 對 關閉了防撞 你可以開點聲音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就是追船 追大飛 但你也在船上 你看到第二個位置 我捏著它看 你不是看著螢幕嗎 我看著螢幕 追船那一刻就比較 這裏就是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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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另外一個家旗 你去了多少次 船上船出船 不是很多次 出船 但我自己去了很多次 所以船會比較危險 因為它的水花會淺上來 對 會淺上來 而且不可以太低 而且你的是鹹水 很容易濕到電子零件 對 通常都是1米或1米半以上 最貼的 不可以再低 這個你追海水 你和你追雲海 兩樣東西 雲海就不會有鹹 雲海就是定了 相機拍攝 5秒拍一格 然後拍攝電 可以在中間的情況 跟你聊聊天 吹吹吹吹吹吹 說的話 這是最容易定住的機器 這種的認識 你一定要很貫注 很熟悉的技巧 還有你又可以在船上 在動的情況下 船上要停車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在船上起飛 就不會降落 你要手拿著 用手降落 當然我這種就是我自己的認識 但是根據官方的教學 官方的認識 你晚上不可以飛 日出前不可以飛 目視 離開目視範圍不可以 這個你再自己跟進 剛才我追船的其實是不對的 大家沒有學 因為那個條例上 它是要離那個物件 不知道有多少米 現在香港未有任何法例 未立法 未立法 現在其實都沒有特別的限制 或者是告你 如果你說 明叔就是大團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法例 如果你說美國來說 或者其實全世界 多數都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飛機的重量 究竟多少 正正就是因為 其實250克 就是一個標準 國際標準 正正就是因為 有這樣的國際標準 例如大疆 就是就著這樣的國際標準 就出了這個MARFIC MINI 249 拳頭那麼大 那麼大 還跟這些充電機 或者那些尿袋 差不多重 隨時聽過的尿袋 是交到玩具 如果你說拆了電池出來 就交到那個尿袋 你不要那麼大力 有些人 我聽過就是 開那個翼 開爛了 因為自己太大力 就是操手操腳 你想想那部機可以 單薄得那麼厲害 其實真的很單薄 因為它就很不吃風 它本身是吃四級風 五級風它就頂不住 但我覺得算是一部這樣的玩具 就是我們說MINI 為什麼說一下MINI 其實MINI嚴格來說 不算一部航拍機 是一部玩具 但它是飛得很遠的 但以一部玩具來說 它已經可以有一個 兩公里左右 兩三公里都飛到 兩公里左右 如果不改天線 你不改空也能飛到兩三公里 其實很厲害 其實是我的經驗 如果飛過一公里 不改天線 飛過一公里 就開始收得不好 所謂收得不好的意思 同傳就會去保護你 而且你的控器 譬如你的敏感度很低 你撥一撥又不動 再撥一撥又會動很多 有延遲的情況 會是這樣 這種都是屬於自拍形式 如果你問我自己的私人意見 這些機器不能過一公里 一落眼見 親身見到有四架走機 都是Muffin Mini 但有三架收得回來 其實最流行的走機 或是塞機都是Muffin Mini Muffin Mini 他們很聰明 他們回不來 他們就找附近一個 可以去得到的地方 之後再去 有一個朋友 那個小朋友十二歲 他很聰明 操控 十二歲 十二歲才操控 Muffin Mini 跟我們去葡萄島 跟我們一群人去大嶼山 有一次在石壁水塘 我沒有去 他大風的時候 不能回不去 他就降落在那裡 那天下不了 第二天第三天 才再幫他去那裡 去那裡找回 看地圖的GPS 找回 那是其中 是我的朋友 是兒子 另外在網絡上面 看到經常性 要懂得撿衣服 如果你說純屬是自拍的 其實不用飛那麼遠 五百二三百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真的要遠程拍攝 我自己的經歷 我是不會過3K 我純屬是拍攝 有些喜歡玩拉他的 9K 10K 拉他的意思 就是鬥遠 但是我那種認識 我不喜歡玩拉他 我喜歡純屬是鏡頭的畫面 拍攝 鏡頭的畫面拍攝 就是五百米內的東西 基本上你是需要拍的東西 都是會拍得到的 如果你要拍攝的話 就要用大機 就不要用Muffin Mini 如果Muffin Mini 就一公里長 而且不要太大 我跟Ming的意見都很相似 我自己不是拉他的人 或者不是技術的人 有很多人又要改天線 又要改什麼改物 很多東西要改的 在科林上面 Cary都知道 很多人改東西 但興趣就是改完一大餐 飛到10K就很開心 這些人多數是 玩電腦 跑Benchmark 玩手機 玩手機 在那裡鬥那些數據 在那裡紋照 其實他玩那一部東西 他自己本身的性能 其實是鬥消全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玩 零射多 不可以說雜欄 純粹在玩具上面 好像砌機 在技術上發揮 硬件上 這些人很多 像明叔那些 純粹從藝術角度出發 剛才你見到 明叔是很有心 你見到他把所有 尤其你本身是大團 把很多不同的景點 一起並列 我做節目經常都說 這裏不是像香港那裏 但明叔就是 用一個畫面告訴他 香港的景色就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是可以 跟世界上 最出名的地方 是可以比美的 尤其是你經常去那裏 還有一些外島 香港二百多個島 我最近做一些分享團 去一些外島 我猜不到香港的外島 這麼漂亮 又好像越南的夏龍灣 我們再看一次 你說夏龍灣那條片 相片其實是這幾個 這就是破邊洲 這個是火石洲 火石洲 這張是不是很像夏龍灣 非常相似 這個叫關都洞 關都洞 那個是另一個名字 我們一隻船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玩游泳 那就是鹹水 明叔你現在帶團 即是你的旅行社 其實你是帶這些團 現在開始 其實我是黑村的 黑村的 因為這間旅行社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我是朋友的 我純粹幫他 介紹一些航拍團 因為現在 其實旅遊業 是一個冰封的情況 外地全部死光 不是香港 是全球的旅遊業都死光 旅行社有些牌照 他一定要找一找 所以做一些團出來 又不是太貴 基本上不會賺到錢 但是 因為感覺就 這麼貴 五百多元 船票 不貴 保安 即是保險費用 船票都三百多元 你還要帶團 那個導遊呢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賺錢 還有食 還有食 還有餐 是包了整架船嗎 不是人頭五舊 不是一人五舊 每人五舊 所以這群人純粹去航拍 如果你行山那群人 就是走進去 但是這些島都是要坐船 我猜不到香港的外島 是這麼漂亮的 我也是那時候 帶這團第一次去的 之後去過很多次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PM給明叔 可以問一下他們的詳細資料 有影片嗎 有沒有影片 有 看到幾張照片 真的很像夏龍灣 但原來香港可以觸手可及 五舊水就去到夏龍灣 哈哈 那條Youtube片 好 我看看Youtube片 OK 這裡 等一下 這是其中你的代表作 這是什麼 琴曲石 先按下你的頻道 大家喜歡來看看MING LANG 訂閱 我已經訂閱了 其實沒所謂的 開心 這條 先看一下這條 這個音樂可以播出 可以 金魚擺尾 這個金魚擺尾 4K 看看能不能出4K 我們不能出4K 不能出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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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出船 真的是跟著的船 整個機械 這個叫金魚擺尾 都是很響 魔尾 跟爆發的 這個地方 我還有另一個相似拍子 Sky 和我一起 另外還有正雷 還有一隻一個是佳琦 可以選穿越 張越 其實現在主要是什麼牌子機 沒有牌子機 沒牌子 rub 它都有指定的牌子 它有指定的牌子 譬如獎是甚麼牌子 機身是甚麼牌子 這個就是火石洲 火石洲就是我們說很像夏龍灣的地方 那些水很清淡 玻璃的樣子 最近很流行去綠彈島 這個就是關刀洞 這個很像是誰的樣子 無遷藝員叫甚麼名字 有八罩 碰到會怎麼辦 好像說很痛 遠兆祥 剛剛好像遠兆祥 很漂亮 其實玩浮潛也可以 不過這裏根據官方的情況下 它不會建議你登岸 它會在船上觀光 因為這也是地質公園的範圍 要正規來說 就不是那麼理想 大家不要誤會 整個航拍機入了水 沒有海浪空內容 沒有潛水的航拍機 不要試過 大浪灣 大浪灣就是藍蛇尖 看了下來就是這個角度 現在很多船 很多船去 我看到這兩個星期都 這就是藍蛇尖 這就是藍蛇尖 後面拍過 很棒的 這個是不是千溪海岸 這是大灣 然後轉到藍蛇尖 轉到藍蛇尖 這就是藍蛇尖 對 很漂亮的水 又是院兆祥就出來了 這就是藍蛇尖 這就是藍蛇尖 鹹蛇尖 鹹蛇尖有一個士多的 海豐士多 還有安記士多 這些團友 通常哪裡出發 就是西貢市中心 西貢市中心 直接完全不用行山 不用行山 那不是很爽嗎 所以你看到他們真的很爽 真的很不公平 你走到新水新汗 兩件事來的 兩件事 如果你去過塔斯曼尼亞 我真的經常說 Julian 你是不是記得我一說塔斯曼尼亞 我就想到藍蛇尖 如果從藍蛇尖看下來 就像塔斯曼尼亞 這個就是穿越機 這個就是穿越機 他是魚眼鏡 好像有速度感 即是自己配魚眼鏡 他本身 還要這樣飛 我用高譜 高譜的 夾過高譜上去 夾過高譜上去 但是高譜就沒有圖傳 你等他自己拍 他另外有圖傳 是嗎 他用眼鏡望的 可以嗎 另外有圖傳 沒有高譜那麼清 不請支持香港旅遊業 這個就是明叔 西貢的陣營 就是西貢的霞龍灣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火石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如我們下一節回來 其實西貢還沒說完 其實有很多事要說 等一下我們再說一下 說一下你的經歷 說我的經歷 我會找一些照片出來才行 哈哈哈哈 好 那這一節到這裡先 OK